国防部长来了 今天国防部长莫沙布 难得来访新周日报 与高层们交流 主要探讨大马种族课题 大马虽然是多元种族国家 但默沙布认为 国内的种族关系还是很僵 他们说看什么 做一些英语的信息 到了�� trava 然後 就很大 是 女生です 他说 可以尼尼尼 因为 Malaysia 会有兴奉辞 我说 如果我住在公园 尽管我都在公园 尽管我 尽管他做报告 三个派对 那是一位是一位 一位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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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沙不表明 有些不负责任的人 就爱利用社交媒体 散播假消息 以致种族和谐 加剧恶化 而他就希望媒体 能够在这一方面 协助政府 新周日报总编辑 国庆江在交流会上 表示愿意 我们希望媒体能够 这一方面会认为 宣传媒体能够 我们从60年他们不取过担心者和民主党 但是我们在60年他们与产生的角色 他们没有了担心 全都在各种族 全都是各种族的 全都在各种族的 但是这些观众还不禁断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主性的观众 我要改变的观众 先增的观众 人数在冠组 这次都是非常少在进程度中 中文字幕提供 最后当记者问说 当了一年的国防部长 莫沙布为自己打几分呢 他露出腼腆的笑容说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